第1541章 火羊族 此刻远处的其他男性蛇人也已经将巨蟹分解完毕 并纷纷将材料和食物用一些柔软瘦皮包裹背在身后 这些包裹一个个都有两丈多高 几乎是这些蛇人自身体积的一倍 但这些蛇人背在身上却一个个轻松自若 可见他们戾气的确惊人至极 当四名女性蛇人抬着韩丽走过去后 当即在大汗的一声吆喝下 那些男性蛇人也背着东西加入了队伍中 一行人向山谷外走去 一走出谷口 韩丽眼前一亮 这才发现 再离谷口不过数里远地方 赫然是一片碧波荡漾 此山谷竟然距离海边近在咫尺的样子 怪不得会有巨蟹那种怪物冲进谷中来 不过 现在的海面平静异常 除了有些闲尸的海风外 并没有什么太大海浪 也就因此 韩丽在山谷中时没有听到什么海水拍打之声 这些蛇人抬着韩丽沿着海边一路行进 走了一会儿后 路线弯曲异常了起来 韩丽四下打量了一下 心中有些恍然了 此地并非什么大陆沿海 而是一座陌生的海岛 而这座岛屿也不太大的样子 再走出十几里地 蛇人队伍就到了一片礁石堆前 在这片礁石间 停放着七八条细长的古怪古舟 除了其中一条较大 可以坐下四五人外 其余的最多只能坐下两人样子 而这些古舟异端尖异端 异端耸着各种各样的怪兽头像 全都是木头雕刻而成 韩丽和两名蛇女上了最大的那条古舟 其余之人则称作其他小舟 滑动舟上附带的古桨纷纷向海中而去了 这些蛇人无论男女都体力过人 古江滑动下 几乎丝毫不停 这让古舟如同弩箭般地向前破浪而行 海面安静异常 也未见有什么海兽攻击这些小舟 结果仅仅一个时辰后 在前方出现了一个黑点 赫然是另一座海岛 韩丽双目微眯 瞳孔蓝芒隐闪 远远地将那座海岛看清楚个大概了 此海岛是一座中型岛屿 面积应该有数百里大小 上面葱葱绿绿山栏起伏 似乎有不少山峰和树木 倒是适宜居住之地 不过在岛上最高大的一座巨山 顶部微微泛红 下面则有些灰白 竟似乎是一座火山 岛上其他东西 韩丽因为法力还未恢复 无法加强陵木神通 自然无法再细看什么了 古舟乘风破浪地迅速向海岛靠去 一顿饭功夫后 离子岛不过十余里了 就在这时 原本宁静的天空骤然一变 无数阴云几乎转瞬间浮现出 接着海风大作 倾盆大雨从云中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海面天气变化之快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这些东西 都未能对古舟的前进造成什么麻烦 因为舟上的蛇人 纷纷在古舟内某个凸起的部位 按了一下 顿时一个小型法阵出现在古舟底部 一个个白蒙蒙光照漠然出现 将这些古舟全都照在了其中 但这些蛇人的神情 并未因此而轻松哪里去 因为海面在天气骤变同时 一波波阁楼半高的巨浪也同时掀起 冲小舟铺天盖地地打下 这些小舟也不过两三丈长 在这些巨浪面前显得渺小异常 自然无法抗拒什么 但是因为有白色光照保护 倒也不会立刻出现 舟翻人亡的事情 但是 他们在海浪间也显得惊险万分 只能随波逐流 而无法前进分毫了 韩力见此情景一正 目光在舟上两名蛇女脸上一扫后 发现他们虽然神情凝重 但并未露出太多的惊慌 看这些蛇人应该另有什么应对之法 果然 就像韩力所想那样 就在这些古舟惊险万分的时候 突然从不远处 海岛上击射出一道乳白色光柱 光柱一闪即逝地 没入附近的乌云中 顿时乌云中一阵轰隆隆巨响传出 一具大光团爆裂开来 白色气浪翻滚下 竟硬生生将漫天云雾 破开了一个方圆百丈的巨洞 韩力自然吃了一惊 不仅往海岛方向多看了几眼 但是刚才那道光柱速度实在太快 并且只是一闪即逝 他倒没有看清楚 是从岛上何处击射而出来的 在乌云被贯穿一个大洞后 海面上狂风巨浪都为之一弱 虽然不可能像先前那般风平浪静 但是古舟在那些蛇人操纵下 却再次向海岛击射而去 一小会儿功夫后 众古舟就到了海岛上的一个天然小港口内 然后众人纷纷离州 韩力也被四名蛇女再次用滑杆台上岸 这时 韩力忍不住地扭手回望了一眼附近的天空 显然天象改变并无法持续太久 就这片刻功夫 空中大洞再次被阴云填满 海面又惊涛骇浪起来 但对已经安全上岸的众蛇人来说 却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韩力露出沉吟之色 却对岛上能放出白色光柱的东西 大感兴趣起来 虽然他神念匮乏 但是仍能隐隐感到此光柱灵力混杂异常 绝不是某个大神通存在出手 倒向是某个法阵或法器 借助灵石之力放出的 如此程度的威力 虽然不放在韩力心中 但是出现在这样一个不大的一族岛屿上 倒有些奇怪了 不过这些念头 只是在韩力心头一闪而过 目光就回到了眼前的一切上 这个小港口内并非空无一人 不但岸边修建有数座高矮不一的石屋 而且还耸立着一座高约百丈的高大石柱 在柱子顶端也有一个小木屋 上面隐约有其他蛇人存在的样子 就在这时 从岸边石屋中走出了七八名蛇人出来 大半女性 少数男性 为首的是一名二十余岁 身材丰满异常 容貌艳丽的蛇女 此女目光在大汉等人身上一扫 看到那些鼓鼓囊囊的包裹 脸上现出迷人的微笑 但是当目光一扫到队伍最后面的韩力时 却不禁正了一正 这时 大汉却飞快走了过来 一失礼后 面带一丝凝重的冲此女说了几句什么 艳丽蛇女听完后 美目在往韩力下半身腿部扫了一眼后 同样露出了惊容 突然此女身形扭动几下 几个晃动后 就恶娜地到了韩力身前 一张口 说出了一种古怪语言 韩力眉梢一条 摇了摇头 但是 这名蛇女却毫不放弃 接连又换了七八种 当换到最后一种时 韩力神色一动 竟然真听懂了 赫然是非灵人的言语 不过 此女说得结结巴巴 似乎不太熟练的样子 你懂得非灵语 韩力面露一丝意外 缓缓开口了 上族大人也懂得非灵语 这真太好了 妾身是火羊族的辅助祭祀演武 不知上族大人如何称呼 蛇女一听到 韩力懂得非灵语 顿时大喜 失了一礼的回道 叫我韩先生就行了 火羊族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 我意外落到此地 此片海域是什么地方 韩力眉头一皱 徐徐地问道 我等火羊族 只是蛙式一族的小小分支 韩先生不知道 我等族名是毫不奇怪之事 大人以上族身份 降临我等火羊一族 是本族的莫大荣耀之事 不过 妾身只是辅助祭祀 对附近海域的上族之事 知道不多 也没有资格亲自接待韩先生的 我这就亲自送大人 去先见本族大祭祀 大人的若有何问题 大祭祀肯定都能仔细回答的 这名蛇女的回答 倒是不卑不亢 大祭祀 韩力目光微微一眯 蛇女身上转了两圈 感应着此女身上 散发的淡淡灵气 这名神女 虽然只有练气七左右的修为 但的确是修仙者不假 不过以此女如此低的修为 那位大祭祀 也绝对高不到哪里去 倒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韩力心中瞬间盘算完毕 才淡淡点点头 艳丽蛇女见韩力答应下来 也暗自大松了一口气 在她心目中 眼前的上族人的气息 实在有些奇怪 说是强大吧 但是身上灵压若有若无 似乎不比她强多少的样子 但是说弱小 她早已将自己 神念扫了过去 但是根本测不出 对方的修为境界 此种诡异情况 自然还是交给大祭祀 处理比较妥当的 于是 蛇女当即吩咐了 大汉等人几句后 就单手往腰间一摸 掏出一个皮带出来 伸手往里面一掏 竟然摸出一只 通体雪白的灵鸟出来 雌鸟拳头大小 酷似鹦鹉 但是双目火红异常 竟然仿佛两团火焰 怪异之声 然后手一松 顿时此鸟化为一道白光的 往海岛深处飞去了 只是几个闪动 就不见了踪影 妾身已经通知大祭司了 下面我亲自护送韩先生 到我们火阳城去吧 此女笑容满面地说道 韩力没捎一条 并没有表示反对 反而将双目缓缓闭上了 见韩力默认同意的样子 此女也不迟疑 当即亲自带着四名蛇女 抬着韩力 沿着一条开出的小石路 同样往海岛中心处走去了 第1542章 大祭司海岛足有数百里大 这几名蛇女纵然动作奇快 但若这般步行走到岛中心处 恐怕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 但在阎武带领下 一行人方前进岛内树立地后 前方出现一座 类似茶棚的简易建筑 里面有几名男女蛇人 在照看着十几匹 类似蜥蜴的兽类 在棚子的一端镜头处 甚至还有一辆乌黑车子 用不知名的黑色织物覆盖着 那些蛇人一见艳丽女子走了过来 立刻跑出两人恭敬地问候起来 但阎武口中淡淡地吩咐了几句 就用手指一指那辆黑色车子 那两名蛇人露出哑然之色 并忍不住地望了韩丽这边一眼 口中连声答应着 他们并马上返回棚子 将那辆黑色车子 套上了两头蜥蜴兽 并且又牵了另外三头过来 于是 韩丽又被那些蛇女 小心地抬到黑车中 然后两名蛇女坐在车前 其余三人单独骑在蜥蜴身上 这些蛇女 因为下半身没有双腿 过而这些蜥蜴兽背上 都固定有一个 适样奇特的筒状兽胺 正好让他们把蛇尾放进其中 一行人 当即再次上路 这些蜥蜴兽 看似有些笨拙 奔跑起来也颠簸异常 但是四条腿挥动之下 一下就能窜出二十余帐去 速度却着实不慢 于是 一行人的速度 立刻大增数倍 仅仅两个时辰后 他们就来到一座土城之前 的确是一座 货真价实的土城 面积不大 只有十余里大小的样子 城墙灰蒙蒙的 全都用淡黄色泥土堆砌而成 而透过面朝城门朝里面望去 城内也都是一个个 大小不一的土屋 甚少见石料建筑 韩丽透过窗口看到这一切 心中有些诧异 但面上丝毫一色不露 反而向城门口站着的 十几名蛇人守卫望去 这些守卫同样是男少女多 但一个个身上 覆盖着一层不知名材质的盔甲 手中 持着荧光灿灿的长歌 身后背着短些的银插镖枪等 投掷武器 一副全副武装的样子 而在远远望去 在附近的土墙上边 还有许多武装蛇人 隐约站立着 似乎戒备异常森严 演武到了城门前 将身下西翼兽停下 然后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而那些守门的蛇人中 立刻走出一名 阴气洒洒的女蛇人 微笑地冲女祭司打着招呼 女祭司见到对方也高兴异常 上前同样高兴地说着什么 但没多久 就冲身后的车子一点指 神色一下变得凝重起来 守门女蛇人 同样笑容一脸 点了点头 然后冲身后一摆手 顿时后面的守卫 立刻让开了一条通路 于是艳丽蛇女 再次跳上西翼兽 带着黑色车子 进入了土城中 韩丽坐在车内 不停打量着土城中的一切 土城虽然不大 但是城中的主街道 却宽敞异常 并且用淡白色石头铺成的 和四周的土黄色屋子截然不同 显得惹眼异常 而在街道两旁 则有许多蛇人走来走去 男的一个个孔武有力 女的也矫健异常 并且大多身带兵刃 就是一些身材 不过数尺高的年幼蛇人 也同样拿着一些枪叉 不过尺寸小了许多 并且看起来 是用普通硬木做成的 看到这里 韩丽不禁沉饮了起来 蛙氏这个异族 他虽然第一次听到 但是此族人 显然是一种全民皆兵的味道 就不知此族中的修仙者数量 是否很多 若是修仙者诞生比例惊人 再加上普通族人都这般强大 恐怕此族应该实力不小才是 而如此强大的一族 他怎么会从未听说过 韩丽也注意到 这个火羊族中 显然女性蛇人 比男性蛇人数量多得多 一路查看下来 大概路上出现的女蛇人数量 是男蛇人的两倍还多 而且从这些蛇人下半身的 蛇身皮肤颜色 也有些不同的 其中淡绿和淡黄色最多 但地位似乎最低 而白和黑色的少些 大都被其他蛇人簇拥着 似乎在族中有一定地位的 至于其他颜色的蛇人 韩丽还没看见过 韩丽在车中 默默分析着眼中看到的一切 但是没有多久 车子就被驱赶到了一座 用平整石块铺成的广场面前 在广场一端处 赫然修建着一座 用木头和泥土混合搭建成的殿堂 表面涂抹着一层 五颜六色的贝壳状石物 但是这些都未能吸引住韩丽 她的目光落在广场中间的 一个古怪东西上 那是一个仿佛用青铜制成的 圆锥状东西 高约石鱼杖 上肩下宽 表面遍布一些奇怪的花纹 隐隐有一层白光闪动着 而这件东西四周 分别站着七八名 一身白袍的男女蛇人 手中隐有灵光闪动 韩丽双目一眯 立刻就看到这几人 在将什么东西 往这古怪东西底部装去 显然是拳头大小的快撞物 但颜色五彩斑斓 似乎并不是零食 而这几名白袍男女 和带路的艳丽蛇女一般 身上都有灵气波动 但论修为 还不如艳丽蛇女呢 不过 那些白袍人 一见阎武和车队出现 立刻有两人走了过来 而这时 韩丽也被其他人重新抬了下来 并被小心地 放到一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主意上 韩丽淡淡地看着眼前几人的对话 虽然无法听懂什么 但明显 两名白袍蛇人 对艳丽蛇女颇为尊敬的样子 就在这时 从广场对面殿堂中 突然走出了两排 同样身披白袍的蛇人 一排女性 一排男性 缓缓冲韩丽这边来 一见此目 正在交谈的艳丽蛇女 和广场中的其他蛇人 脸色一变 立刻分裂一旁 神色恭敬起来 两排白袍蛇人 在两旁一站好后 从里面又走出一名红袍人来 韩丽一见此人 脸上闪过一丝意外之色 竟然是一名面容普通 身材枯瘦的女性妇人 下半身赫然是和人族 一般无二的双腿 并非蛇身之躯 更让韩丽感到意外的是 她从此女身上 感受到了 原音级的法力波动 这真有些出乎其预料外的 要知道 虽然广场中的白袍蛇人 都有灵气波动 但是修为最高的 也不过是一名 助击期左右的男性蛇人 其余之人 大多和艳丽蛇女一样的 练气级存在 如此情况下 一下冒出这么一名高阶存在 两者悬殊的 也未免太大了些 那名妇人目光 在韩丽身上一扫后 同样露出了吃惊之色 但片刻后镇定了下来 并急忙走了过来 晚辈火月 拜见韩前辈 妇人一到韩丽身前 竟一拜而下 口中竟是纯熟无比的非灵狱 你就是火阳族的大祭司 韩丽目光一闪 口中缓缓问道 晚辈的确就是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前辈随我到殿中一叙如何 妇人面露笑容地说道 好 我正有许多事情想要问你 韩丽竟不加思索地点头同意 多谢前辈赏脸 你们几个 还不请前辈进入大殿 妇人大喜 一扭手冲一旁的那些白袍蛇女 吩咐道 顿时 那一排蛇女一阵大乱 随即急忙冲上来两人 小心异常地抬起 韩丽所做的主意 然后向殿堂走去 随即妇人一摆手 两旁站立的蛇人 也紧随地跟了进去 一会儿功夫后 韩丽就身处殿堂中的 一座装饰简朴的大厅中 里面除了韩丽和那名妇人坐着外 其他的白袍蛇人 无论男女 都老实地束手站立在两旁 前辈行动如此不便 身体没有大碍吧 晚辈这里 还有一些自己炼制的气血丹 可以赔员补气 前辈不如服用一些 妇人一等坐好后 就神色恭敬地问道 不用 我只是修炼出了点小问题 过上一段时间 就无事的 韩丽瞅了妇人一眼 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呵呵 那晚辈就安心了 我先前收到我的传讯 说是前辈想向晚辈询问些事情 不知先生有何疑问之处 晚辈一定知无不言的 妇人甘笑一声 突然话题一转地说道 哦 我想先知道 此地是河海域 附近可有什么知名的同道没有 韩丽略一沉吟后 就说出口了 听到韩丽如此一问 妇人神色自然露出一丝奇怪之色 但口中如实地回道 这里是火湖群岛 附近并没有什么太厉害的道友 顶多是和晚辈这般修为而已 火湖群岛 你可有附近的海域图 韩丽一听 地名如此陌生 眉头一皱下 开口问道 这个自然有的 不过晚辈地图 都是用蛙式一族的文字名印而成 前辈不如先学习下此族的言语文字 然后再看海图就可明白了 妇人眨了眨眼睛 含笑地说道 嗯 这样也行 韩丽眉头皱了一下 半晌后才点点头 以她脑中残留的神念 虽然无法放出体外 但是观月下遇茧类的东西 自然还是无碍的 妇人一听此言 脸上露出陪笑之色 当即单手 往身上一摸 灵光一闪 也不知 被其从何处掏出一枚乌黑发亮的石片 一扔抛向了韩丽 韩丽经过如此长时间的休息 虽然身体恢复了一丝法力 但是手足仍然软弱无力 目光一扫那石片 的确像是一枚遇茧类的东西后 它只是一张口 顿时一股青霞喷出 一卷地将玉碱细到额头上 然后就要闭目查阅其中东西 但就在这时 砰的一声闷响 石片骤然间爆裂开来 一股漆黑如墨的雾气 一散而开 一下将韩丽照在了旗下 第1543章 猎阳神丹 韩丽静静坐在那里 任凭雾气将其照住 自己却把双目闭上了 那些黑色雾气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围着韩丽滴溜 转了好一会儿后 才消散不见 不错 你这种炼气手法倒也奇特 不用我动用神念 就自行将东西灌注神石中了 在雾气散尽的那一刻 韩丽再次睁开双目 但口中说出的 赫然是和其他蛇人 一般无二的言语 前辈见笑了 这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这就是我们火狐群岛的海徒 请前辈一关 妇人谦卑一笑 又扔出一个白乎乎的石片 这一次 石片并没有爆裂开来 被韩丽张口喷出灵光的吸柱后 就贴在额头上 一动不动了 韩丽双目半眯 神情由开始淡然 渐渐变得惊恶起来 但不久又恢复如常了 远处妇人见到韩丽这般变化表情 目中闪过一丝异色 但一闪即逝地不见了 片刻后 韩丽额头上石片白光一闪的一台而开 轻巧地反射向妇人 妇人单手一招 石片就重新落到了手中 韩丽却在原地沉吟不语起来 似乎在思量着什么 妇人并未出言打搅什么 只是在座位上微笑不语 一会儿功夫后 韩丽一抬手 淡淡地问道 这么说 这里竟然离雷鸣大陆比较近了 只要数年时间 就可飞到大陆上去 数年时间 那是以前被顿速而论吧 若是晚辈等人 没有数十年时间 根本到不了雷鸣大陆的 更别说路途中各种奇险了 妇人眼角一跳 随即苦笑了一声 韩丽点点头 算是默认了妇人之话 但又问道 看海图上所说 你们火羊族占据的岛屿并不多 其他岛屿都已经有人了吗 其实何止是不多 根本寥寥几座而已 其中可以安置我等族人的 也就这一座火云岛而已 其余几座岛屿 不过是族人寻找食物 采集一些材料的附属岛屿而已 平常根本无法派人常驻上面的 其他岛屿 则大多被其他强大族类占据 还有一些 则被一些和前辈一样的上族前辈独占着 我们火羊族 在附近海域 的确不算大族 妇人叹了一口气 直接承认道 原来如此 韩丽点点头 不再说什么了 但妇人迟疑了一下后 开口问起韩丽来 晚辈看前辈模样 似乎从很远地方到此的 不知前辈到这里 有何要事 晚辈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族中总算还算有些人手 倒可以帮上一二的 妇人显得热情异常 韩某的确不是附近之人 只是其他地方 无意中触动了一个莫名禁止 被意外传送到此地的 而传送中出了点差错 才让自己变得如此狼狈 倒让道友见笑了 韩丽淡然地说道 前辈说笑 纵然前辈现在身体不变 晚辈也能感应出 前辈的身不可测 这样吧 前辈肯定需要一处 灵气极浓之的敬仰 我们火云岛虽然不大 但是还有数条上加灵脉 前辈若是不嫌弃 晚辈可以专门画出一地 让前辈好好恢复元气 妇人陪笑后 恭敬地说道 在你岛上休养 韩丽轻笑一声 一副不治可否的样子 妇人见此 心中有些情急了 马上硬着头皮又说道 前辈放心 晚辈岛上灵脉 并不比附近的 其他几座大岛差哪里去 并且 岛上也颇有几种罕见灵药 和积攒的一些灵食 都可以任凭前辈取用的 韩丽听到此话 脸上笑容却一脸 韩某不会平白受人恩惠的 道友到底有何话 想点韩某说 不妨直说了吧 在下没有和人 拐弯抹角的习惯 韩丽声音意冷 妇人才发觉自己 先前话语有些失态 脸色变了数遍 最后长叹一口气 既然前辈察觉了 晚辈的几分用意 那晚辈也不再隐瞒什么了 你们几个都暂且退下 妇人最后一句话 却是冲旁边站立的 蛇人吩咐道 顿时所有白袍蛇人 攻身一礼后 纷纷倒退出了大殿去 韩丽则不动声色地 注视着这一切 一言不发 而妇人等所有蛇人身形 都在大殿中不见了后 才冲韩丽凝重问道 前辈觉得 晚辈修为如何 还算可以吧 韩丽扫了妇人一眼 平静说道 可是在一个月前 晚辈还是和其他族人一样 未炼化双腿 尚不属上族之恋 妇人神色略有些异样 你所说的上族 指的是 韩丽眉烧动了一下 开口问道 自然是指 能将形体炼化成上族之身的 只有我等修炼者 修炼到此地步 才能正式脱离繁足之身 成为上族之人 妇人却笑了起来 哦 听你口气 似乎并不是正常修炼到此境界的 难道是服用了什么灵药 或者动用了什么秘术 将自己修为强行提到此等程度的 韩丽一听这话 心中意灵 但面无表情的点点头 未献出什么意思来 而妇人果然没注意到韩丽的惊疑 老实地回到 前辈明鉴 晚辈的确是动用了族中珍藏的几种珍惜丹药 并采用一种霸道的秘术 才能将修为跨境提升到此的 不过也就因此 晚辈以后 不但修为永远至此 无法再提升分毫 而且 寿命也比一般同阶上族人少了大半有余 但妾身会如此做 实在是因为 火羊族现在面临灭顶之灾 晚辈不得不拼命一搏的 妇人表情沉重异常起来 灭顶之灾 姑且说来听听 韩丽没烧一条 似乎起了几分兴趣 就在半年前 和我等相邻的另外一个蛙氏 分支坚持族 全被灭族了 族中所有女性都被人吃得精光 只剩下一堆堆白骨 而男性则都消失不见了踪影 而没多久 附近另外一个蝎尾族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蛙氏一族在海域 就只有我们三族而已 虽然三族都不算大 但是互相扶持之下 还算能勉强立足 但是现在一下被灭两族 恐怕下一个 就轮到我们火羊族了 至于被灭族原因 晚辈却是丝毫没有查出 只能知道 动手的应该不止一人 应该某个其他强族吧 而其他两族的大祭司 论神通修为并不在窃身之下 晚辈逼于无奈 才会不惜一切代价 临时将自己法力 提升到上族化形境界的 妇人一五一时讲道 哦 那留我在此 是想我替你们挡下此劫了 你就对我这么有信心 不怕我也是自身难保吗 寒历听完之后 笑了起来 晚辈虽然不知道 前辈真实修为如何 但法力境界 肯定远在晚辈之上 至于前辈身上的伤势 我们火羊族 上留有一颗猎羊神丹 效用之大族 可以白骨生肉 起死回生的 前辈若是肯留下 助晚辈一臂之力 晚辈愿意将此丹奉上 让前辈短时间内 就可伤势尽负 妇人一咬牙 终于拿出了自己的底牌 猎羊神丹 是火属性灵丹吧 我的伤势之重 不是道有所能想象的 你族的这颗神丹 恐怕对我效用不大的 韩丽眉头一皱 缓缓地说道 前辈放心 此神丹 不但是用双头岩胶的 内丹炼制而成 而且自从炼制成后 就一直被我族 放在地火中孕育 至今已经有数千年之久 在效力方面 晚辈还是有些信心的 妇人一听 韩丽话语中有松口之意 当即大喜地解释道 韩丽听了之后 脸上却仍现出一丝 躊躇之意 仿佛还有些拿不定主意 这样吧 前辈现在在我等族中小助 等服下神丹后 看看效用如何再说 若是此丹真的 对前辈伤势无用 晚辈自不会再提什么 相助之言 但若是有用的话 这列羊丹 若是真能治愈我的伤势 我祝你们火羊族度过一劫 自然是应当之事 但是丑话说在前面 若是你们所欲敌人实力 实在太强 不是韩某能出手解决的 此约定也得作罢 韩丽似乎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不等夫人说完 淡然打断了弃话语 这个自然 妾身就算再愚钝 也不会强求前辈 为我等小卒冒生命危险的 妇人却毫不在意 韩丽后面的话语 反而大喜起来 韩丽点点头 算是正式答应了此事 于是接下来的事情 就好说多了 韩丽在询问了一些 有关附近海域异族的事情 妇人全都一一解答 随即就准备送韩丽去静修之地 妇人就往怀中一摸 掏出一个白色沙金般的法器 轻轻一晃下 化为了一朵树杖大白云 此云一个闪动 就一下将韩丽连同身下的椅子 一同拖了起来 悬浮在树杖高之处 妇人身形一晃 就诡异地站到了旗上 接着口中念念有词 白云一个盘旋后 一下从殿门处积舍而出 当见到白云从大殿中冲出来的时候 殿门外等候的蛇人 均都恭敬地恭下身子 恭送妇人的离去 此白云虽然速度不算快 但是这个岛屿 本身也就数百里大而已 故而仅仅一顿饭功夫后 妇人就驾驭着此云 将韩丽送到了一座 山清水秀的小山下 第1544章 桌宇乌罗族 在小山脚下 有一个树座绿色木屋 连成一片的院落 妇人驾驭白云 在小院前停了下来 一扭手地向韩丽喊笑问道 韩前辈觉得此地如何 韩丽深吸一口气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浓浓灵气 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微点了下头 妇人见此一喜地 当即催动白云 直接到了一小院中 并抬手虚空推开一扇木门 就想将韩丽直接送进去 但是这时的韩丽 忽然一笑地说道 下面无需劳烦道友了 在下自己进去就可 韩丽说着竟身形一晃 一下从白云中站了起来 然后徐徐地飘落了下 啊 倒有你 妇人一正 大为惊讶起来 虽然伤势依旧 但是现在行动举止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韩丽微笑道 恭喜前辈了 晚辈原想派几名弟子 过来服侍前辈的 现在看来倒不必了 想来前辈不希望有人打搅的 妇人神色如常了 嗯 我是不太希望疗伤时 有外人在身边的 此地不错 我就在此待上一段时间吧 你说的猎羊神丹 最好早些送来 若真是有效的话 我尽快恢复法力神通 才能出手薄 你们一族的 韩丽神色一正地讲道 前辈放心 这是当然的 不过猎羊神丹 一直放在地火中陪练 晚辈还要花上数日功夫取出 请前辈不要怪罪 妇人一口答应下来 并解释两句 几日功夫 我自然能等得起 一拿到神丹你送过来就是了 你可以先走了 我马上开始敬仰了 韩丽点点头 平静说道 听到韩丽下了逐客令 妇人自然不会没眼色地 在滞留此地 当即湿了一里后 立刻驱动白云飞了出去 韩丽站在原地 静静望着空中 直到白云在天边 尽头处彻底消失后 才一转身 像被打开木门的屋子 走了过去 屋子不算大 摆设也简单异常 都是一些木制家具而已 韩丽根本没有看其他东西 直接走到了屋子一角的木床上 身形一晃的盘膝坐下 他长吐了一口气 脸上竟现出了一丝疲倦之色 没想到站起来这一会儿 就将刚才积攒的体力消耗一空了 看来亏损的精血 还真是太多了 韩丽喃喃了一句 接着单手王储雾灼上的一摸 淡淡白光一闪 四五个摄样不一的小瓶 出现在了手中 韩丽不由分说地 从每个瓶中都倒出了数颗丹药 一股脑的全赛进口中 接着静静地闭目化解药力起来 片刻功夫后 他就绝丹田畜一阵火热后 树骨冰凉之气 立刻沿着经脉各处 开始运转起来 不停滋润着肉身的各处亏损 韩丽心中一喜 这些丹药 不愧是其用万年灵药 特别炼制的疗伤圣药 药效显著异常 仅仅一小块功夫后 韩丽身上就浮现出一层淡淡金光 同时 头顶上也现出一个若有如无的模糊晶影 忽暗忽明地闪动不停着 木屋内 一下陷入了寂静无声中 同一时间 妇人也驱动白云 回到了土城中 并在广场的大殿前落了下来 数十名身穿白袍的低阶祭祀 仍然静静等候在那里 严无 你随我来 另外 你们将最先发现 韩先生的烈士队伍都给我叫来 我要仔细询问一二 妇人第一句话 就如此吩咐道 是 那些白袍蛇人中 自然马上有人领命 而送韩丽到此的艳丽蛇女 则乖乖地跟随妇人 再次进入大殿中 你一路陪此人到此 先说说你对此人的印象 以及观察到的一切 丝毫细节都不要错过 妇人脸色凝重地说道 弟子一定如实并告 当时弟子正在港口职守 阎武见此 心中有些紧张 但一五一时地一一讲述着 和韩丽同行这段时间内 自己留意到的一切 尽管所有事情听起来 都那么枯燥无味 但是妇人眼皮 都不眨一下地认真听着 数个时辰后 那些首先发现 韩丽的大汉等一型蛇人 都骑着西翼兽 一头冲进了土城中 来到了大殿前 只是和守在殿外的白袍蛇人 说了几句什么 他们就匆忙地进入了殿门内 但这一行人一进去 就足足大半时辰后 才和阎武此蛇女一同出来 此刻妇人 坐在大殿中的主位上 背靠一背 脸色阴晴不定 似乎有些什么 无法拿定主意一般 怎么 母亲有什么疑难之处吗 忽然一个清亮的声音 在大殿中悠悠响起 猪儿 你回来了吗 何时回到的族中 妇人一听此声音一呆 随即面露喜色地问道 就在这刹那间 妇人身前白光一闪 一个纤细的蛇人身影 在灵光中隐约现行而出 这是一名年约十六七岁 滋容秀丽无双 胜有一头乌黑长发的蛇人少女 此少女发际上 扎有一串银闪闪的拇指粗圆环 背后斜背着一张黄色大弓 和三只白色骨剑 腰间则有一个乌黑皮囊 手中还拿着一根白萌萌的番茄 少女下半身也是蛇身 但白赞异常 几乎看不到灵片存在 此女恶魔地站在那里 冲妇人露出笑嘻嘻之色 脸颊上不觉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 真是猪 没想到如此多年没见 你修为已经精进到如此地步了 妇人欢喜异常 急忙起身 一把将少女搂在怀里 满脸慈爱之色 我才是吓了一跳嘛 母亲 才几年没见你 已经突破至化形阶段了 叫桌的蛇人少女 却咯咯一笑地起来 我哪有能力 突破数百年多位突破的瓶颈 只不过将那没炼仙果服下而已 妇人却笑容一脸 轻叹了一口气 什么 母亲服下了炼仙果 那寿命岂不是大损了 少女神色大变 一把抓住妇人的手腕 用灵力探测了一番后 脸色彻底无邪起来 若是性命都没了 有再多寿命又有何用 对了 你师父没有随你一起回来吗 妇人苦笑了一声 但随即想起了什么 满怀希望的问道 我收到母亲叫人送来的信件时 师父正好离岛访友 我怕族中出事赶不及了 就先带着师父留下的几件镇岛宝物 独自赶回来了 刚才进来时 正好看见母亲 在询问其他人 有关什么韩先生的事情 就暂时为现身出来 少女一脸忧虑之色 但口齿清楚地解释道 你师父无法赶来 这可有些不妙了 妇人闻言 脸色微微一变 母亲 族中真的如此糟糕吗 我可将师父的破天弓都带来了 只要来的人修为神通 不在我十倍以上都应该可以一剑灭杀的 少女眨了眨眼睛 一半宽洁 一半自信地说道 猪儿 你虽然修为大劲 也不过和以前的我差不多境界 纵然修为再增加十倍 恐怕也对付不了这次的大难 若是你师父亲自降临 说不定还能有几分挽救的余地 妇人抚摸了下少女的头颅 轻声地说道 我这次虽然来得匆忙 但母亲心中所说的大难之事 也是说得含糊异常 到底本族出了何种大劫 让母亲如此担忧 甚至不惜服下炼仙果 和拉拢不知名的上族修炼者 少女趴在妇人怀中 仰手望着自己母亲的脸孔 脸上仍忍不住露出痛心之色来 你已经回到此岛 再让你离开 估计反而危险更大了 我就将此事和你说上一二吧 妇人犹豫了一下 最终拍拍少女肩头地说道 其他两族已经被灭的事情 想来你已经知道了 嗯 母亲信中稍微提到了一点 但就算这样 母亲大人也不必如此惊惧吧 那两族原本就比我们火羊族弱小些 大祭祀的修为 甚至还不如服侍炼仙果前的母亲 少女虽然脸色异灵 但口中却故意轻描淡写地说道 但你知道 灭杀他们两族的是什么存在吗 妇人缓缓说道 母亲不是说没有什么线索吗 少女一正 不禁问道 整整两个族群全都被灭 纵然再隐秘 又怎么可能真的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动手的恐怕是我们挖氏一族以前的死敌 乌罗族洞的手 妇人面上闪过一丝巨异地说道 乌罗族 不可能 据典集记载 此族不知早在不知多少万年 被我们挖氏一族彻底铲除殆尽了吗 怎么会再次海域出现 少女显然也听过乌罗族的名称 小脸一下同样煞白起来 同时颤声地说道 不错 按理说 当年乌罗族和我们挖氏 在雷鸣大陆上一战 的确应该将所有乌罗人都灭杀得一干二净 但是 其中若是有些余孽 潜藏逃到海外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而且 除了乌罗族外 又有哪一族 会有掠掠我族男子 同时吞噬 女子血肉的嗜好 唯一让我有些不明的是 我等三族在此地 已经立足数千年之久了 乌罗族若是也一直生活在附近 为何到今日才突然发难的 妇人脸色阴沉 但说到最后一句时 目中又闪过一丝惊怡之色 第1545章 玄剑复辟 少女自然无法解答妇人心中的疑惑 但深吸了一口气后 却反问道 就算真是乌罗族对其他两族下的手 姨母亲现在已经进阶上族之恋 还有我出手辅助 难道还对付不了他们 若是普通的乌罗人 我服下恋仙果后 自然有几分信心的 关键是 从他们出手的痕迹看 似乎有乌罗王族人混在其中 妇人摇摇头地说道 乌罗王族 不可能 当年我挖氏一族树明天祭司 动用过逆天神通探查过 所有乌罗王族血脉不都断尽了吗 少女惊呼起来 有些难以置信 既然连理应灭绝的乌罗人都再次出现 有一两个乌罗王当年逃脱探测 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此族的王族 几乎天生就能克制我们挖氏一族 除了挖氏皇族外 其他族人在乌罗王族面前 石城神通都发挥不出一城来 而且 乌罗王族人修炼速度之快 就算比起雷鸣大陆上的那几个大族中的上层存在 也绝不会差到太远的 现在敢明目张胆地对我们三族动手 想来一定修炼大成了 妇人始终面露担心之色 少女听到妇人的这些言语 也一时无语了 但是片刻后 她明眸转了几转后 忽然又说道 不过母亲不必过于担心 这些乌罗人若真如此可怕 怎会还给我们火羊族留下如此长喘息之机 恐怕在前两次灭杀其他两族行动中 也有一些损失的 我们并非没有一战之力的 若是这样 自然最好了 但别忘了 其他两族被掠走的男性族人 母亲的意思是说 他们正在 少女顿时想起了什么 脸色又白了两分 嗯 当年此族和我们蛙式一族是死敌 就是因此的 恐怕 他们在做完此事后 才会对我们下手 毕竟我们火羊族 是三族中实力最强的 而且岛上防守严密 也远非其余两族可比的 他们准备周全后 再对我们出手 也是正常之事 若是那位韩先生 具有我预料的那般修为 说不定我族存亡 真就关系在此人身上的 妇人目光闪动地说道 那人真有如此高神通 刚才听母亲和其他人谈论 这人负伤极重 倒是恐怕没有什么大用吧 少女秀眉皱了一皱 有些不解的样子 我已经决定 将猎羊神丹取出 给这人送去 妇人淡淡说道 什么 母亲你要将此神要送给这人 这绝不行 母亲纵然服下了炼仙丹 但若是再服用猎羊丹的话 还可恢复部分寿元的 若是给了这人 岂不是一点挽回余地都没有了 少女一下脱离妇人怀抱 情急地大声反对道 我刚才犹豫不定 也是因为此事 若是这人能和诸师傅 有同阶的修为 将神丹给他自然是值得的 但若只不过 比我高上一两层 本身修为 只是用一宝掩盖 才让我无法看透的话 却真有些浪费了 妇人苦笑了一声 这人怎能和我师傅相比 我师傅可是修炼到 上族第五阶的存在 在附近海域的 所有上族修炼者中 足可排进前五之列的 少女焦急之色稍缓 大为不幸地说道 我虽然看不透对方修为 但是对方肯定是 比我高阶的存在无疑 因为就算这人负伤下 我仍能隐隐感到 对方一出手 就能轻易灭杀了我 否则 我也不会愿意 如此苦苦地恳求 对方留下了 但只要这人 针对我族逃脱此大街有大用 一颗猎羊丹 也不算什么了 妇人犹豫一下 才谨慎地说道 刚才我听那些人的谈论 从头到尾 此人都未在人前 显露过任何神通 就这样将猎羊神丹 交给他的话 未免太草率了 就算要交 也必须试试才行 少女眉头紧皱 忽然这般说道 试试 对方现在法力受损 如何相试 妇人沉吟了一下 有些异动 就算修为受损 但若是真是上族高阶存在 神念强大 是毫无质疑的 母亲若是放心的话 送猎羊神丹时 不如让我跟着如何 我到时见机行事 若是这人真的神通了德 为了火羊族的将来 就将猎羊丹给他了 但若只是一只直老虎 此丹如此重要 自然不能给他一名外人服用的 少女决然地说道 这个 妇人听到少女如此一说 有些迟疑不绝了 猎羊神丹可以让其兽缘 重新复原近半海多 她内心也的确不想如此随便拿出的 好吧 猪人你可以试上一试 但是无论如何 不要过分 千万别得罪了此人 妇人最终点了点头 同意了下来 母亲放心 我自有纷纷的 少女一听此言 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三日后 我应该可以将神丹从地火中取出 你倒是和我一起去就是了 对方若真是大神通之辈 想来不会对你一个小辈的试探 特别怪罪什么的 另外估计乌罗族的发难 应该不会耽误太久的 我向其他几个交好族群发出的求援 多半是指望不上的 在此期间 我会先和族中的几位长老们谈谈 另外将族中的戒备再增加一倍 妇人最后决定地说道 少女听了连连地点头 接下来 两人又在店中聊起了一些 防御乌罗族的细节事情 不知不觉中 一天时间就这般过去了 在百余里外的小山脚下 正盘夕而坐的寒历 眼皮一动 睁开了双目 同时 身上流转的金光 也未知一脸 只见原本有些黯然的眼珠 此刻竟多出了几分荧光 韩丽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抬起一只手掌打量了几下 接着五指诡异地扭动几下 又缓缓握成一个拳头 她轻叹了一口气 如今她虽然恢复了些许法力 但是精血和神念的消耗 实在太严重了 即使拥有如此多灵丹在身 恐怕也要三四年光景 才能恢复到巅峰时期状态 不过她敢答应妇人留在异族中 自然也有自保把握的 心中思量着 韩丽忽然袖袍一抖 一个黑乎乎圆环飞射而出 滴溜溜一转下 表面光芒一闪 飞出一道乌光和一团金光 两道顿光在韩丽身前一个盘旋 地面上献出一只黑色小猴 和一只豹子般小兽 正是蹄魂和暴灵兽 这两只灵兽 一直连韩丽都有些摸不清楚 其神通极限到底如何 另一只则已经相当于化神级的存在了 但这两兽 也是他刚才打坐休息了好一会儿 恢复些法力和神念之力 才能勉强召唤出来的 幻座刚刚醒来的时候 神念法力枯竭殆尽的情况下 自然是万万无法轻易打开灵兽环 沟通二兽的 两只灵兽一现身而出 踢魂一个身形一晃 立刻笑嘻嘻地出现在了韩丽尖头上 蹲在旗上 另一个则残影一闪 毛茸茸身躯 一头扎进韩丽怀中 并清热异常地 用粉红色舌头舔了韩丽手背一下 热乎乎 并有些麻麻的 韩丽微微一笑 两手分别在二兽身上拍了几下 然后勉强调动神念 给二兽吩咐了几句 顿时提魂一窜地 先从肩头上跳下 接着体型狂涨 黑光一闪下 进化为一名和韩丽容貌服饰 一般无二的存在 接着这位韩丽 笑眯眯地往韩丽旁边一坐 也盘膝打坐起来了 而暴灵兽从韩丽怀中击射而出 一下化为数道残隐的 在虚空中凭空不见了 也不知道隐藏在屋中何处了 做完这些后 韩丽又单手王储物灼上一幅 灵光一闪下 一叠五颜六色的镇旗浮现而出 单手一扬下 镇旗纷纷往四周墙壁击射而出 纷纷化为灵光的没入墙壁中 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 韩丽居住的这座木屋外面 漠然多出了一层淡淡白光闪动不已 做好了这一切后 韩丽才心中真正一松 略微沉吟了一下后 突然将一条手臂抬起 并凝神望上面望去 只见一条淡黄色印痕 若有若无地存在那里 韩丽目中蓝芒接连闪动 仔细凝望了此印痕半晌后 迟疑了一下 手臂就突然轻光一闪 竟将体内不多的灵力 都聚集到了印痕处 结果原本模糊异常的黄色印痕 顿时渐渐清晰起来 看形状大小 赫然正是那件 韩丽批出一件后 漠然消失的玄天果实 只是不知此果实 在韩丽昏迷后 如何附身到了韩丽手臂中 韩丽眉头紧皱 面上神情同样阴晴不定着 以现在不多的法力 顶多让黄色印痕 比先前清晰了几分 再多的事情 显然就不是他现在情况可以做到的 这让韩丽心中嘀咕不定 大为忐忑不安 先不说此玄天果实 所化常见的威力 但是这一件批出的代价 可让他现在还心中发寒不已 此宝物一件批出 不管敌人如何 恐怕他小命先自行丢掉大半的 半晌后 韩丽才目光一闪地将手臂放下 他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一等法力恢复后 立刻先将此宝从手臂中逼出再说 否则这种伤敌先伤己的东西 附在手臂上 实在不知是或是福的 第1546章 一伙花丹用手指抚摸了黄色印痕一会儿后 韩丽将手臂放了下来 沉淫了一会儿后 再次取出几种丹药服下 虽然他对那猎羊丹大感兴趣 并且妇人也将笑里说得神乎其神 但绝不会真将希望都寄托在上面的 不久后 他就再次闭上双目 入定起来 两日后 天空尽头处一朵白云飞来 在云上赫然站着妇人和少女诸二人 少女仍然背着那张黄色大弓 和三枚白色骨剑 而妇人手上多出一个赤红色玉盒 片刻功夫后 二人就到了院落的上空 并悬浮不动起来 那人就住在这里 似乎布下了静止 哼 这人竟对我们还不放心 终而美目眨了一眨 好奇地打量下方的几座木屋 目光立刻放到了其中一座 被白光笼罩的屋子上 鼻中哼了一声 韩先生法力受损 和我们又无身骄 会如此做 毫不奇怪 若是此地和我走势一样 未有任何静止的话 我倒要有些奇怪了 妇人轻笑一声 却毫不介意 随即她一驱动白云 二人立刻轻飘飘地落下 韩前辈 妾身已经带猎羊丹来了 望先生见上一见 妇人冲着屋门一失礼 悠悠地传声说道 原来是火道友 韩某不便起身相迎 道友请进吧 一个男子声音从屋中淡淡传出 话音刚落 白色光幕一闪 一下莫名地溃散了 同时屋门缓缓打开 妇人见此情形不再迟疑 立刻带着少女一同走了过去 并进入了门内 咦 这是 妇人进入屋内方扫了一眼 脸色漠然微变露出了吃惊之色 在屋子一端木床上 赫然并排坐着两名韩丽 一名含笑望着他们 另一名面无表情的紧闭双目 少女也是一正 面露狐疑之色的 在两名韩丽身上扫了两眼 也不知道是否看出些什么来 道友请坐 这位是 那名睁眼的韩丽 冲一旁的椅子一点纸 随即看了少女一眼 露出一丝询问之意 这是小女白桌 以前一直在外面修炼 前两天才刚返回族中的 妇人面带一丝宫颈回道 同时神念 往两名韩丽身上一扫后 心中暗暗吃惊 两名韩丽 虽然一个气息很弱 一个气息较强 她均无法测出二人的修为境界 偏偏二人无论服饰相貌 都绝对一般无二 这让此女心中 隐隐有些发毛了 虽然身外化身之术 她也有所听闻 但绝不是 她这么一名分支小族的祭祀能学到的 但只此一点 就可肯定 对方神通肯定不同一般了 是否还让少女进行下面的试探 这让她有些犹豫不定了 就在这时 少女却恶挪一步上前 冲韩丽身识一礼 甜甜一笑地说道 诸如听家母说族中 来了一位上族的前辈 故而特来拜见一二的 望前辈千万不要怪罪 原来是火道有的千金 年纪轻轻 就已有如此修为 真是可喜可贺啊 睁眼的韩丽 黑黑一笑 随口称赞了两句 哪里 小女这点修为 怎可能放在前辈眼中 对了 不知前辈在这里可住的习惯 若有不妥之处 尽管说就是了 晚辈立刻给前辈 再另换一处 妇人暂时将心中吃惊抛掉 面带笑容说道 这里灵气就不错 不用如此麻烦 倒有手中之物 就是那枚猎羊神丹吗 韩丽没有多说什么的意思 盯着妇人手中的火红色玉盒 颇感兴趣地说道 不错 正是此物 此单是当年我族第一代大祭司 在附近海域斩杀了一头 妇人将玉盒拖起后 就笑着承认道 并介绍其此单的来历 韩丽虽然心中略感奇怪 但仍不动声色地静静听下去 就在这时 一旁少女墓中狡黠之色一闪 两只藏在袖中的手掌 突然一只手中多出一片翠绿异常叶子 另一只手 则猛然掐动一个古怪法爵 顿时一股无形的神念之力 诡异地向两名韩丽 悄然袭去 两名韩丽的反应截然不同 双目紧闭的韩丽 仍然纹丝不动 仿佛丝毫都未察觉到一般 但是少女却感到 用秘术催动的神念 遗落在韩丽身上 却仿佛落在死物上一般 竟然在对方身上 任何神念波动都未察觉 少女心中一正 不禁大感奇怪起来 此种情形 不是对方会不可思议秘术 能将自己神念彻底屏蔽 就是对方真的只是一个空壳肉身而已 尚未等他弄明白怎么回事时 而探向另一名韩丽的结果 就让少女神色大变 猛然嘴巴几张几下 脸色一下苍白无邪起来 他神念一催到对方身体附近 竟仿佛进入到一个巨大漩涡中 所有神念一下 不由自主地往对方身体中陷入而去 这一下 如何不让蛇人少女 惊得魂飞天外 急忙将秘术一收 往回狂收自己的神念 看似无法救回的神念 竟轻而易举地被他收了回来 并未受到丝毫阻碍 这让少女又未知一症了 而就在这时 正和少女说话的韩丽目光一邪 冲少女露出似笑非笑之色 少女望见之下 樱桃小口一张 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看起来窘迫异常 妇人似乎对这一切丝毫都未发觉 口中在向韩丽介绍了一会儿 猎羊神丹药性 和一些服用的忌讳时 就将火红玉和捧给了韩丽 韩丽神色一正 称谢一声 才单手一招下 将玉和收到了手中 接下来 妇人不再多留什么 十分识趣地说出告辞之言 就一拉身旁 还有些惊魂未定的少女 退出了屋子 提魂 你倒有趣 怎么无缘无故向那丫头一跳 一旁双目紧闭的韩丽 在妇人和少女一退出后 突然睁开双目 并淡淡地说了一句 接着她单手一挥手 顿时整座木屋外面 再次被白光笼罩住 主人 这丫头胆子不小 不过杰丹七修为 竟然敢探测主人的神识 自然要让她知难而退了 另一名韩丽 嘻嘻一笑地回道 随即此 韩丽身上黑光一闪 体型一缩 画成了一只乌黑小猴 小猴身形一窜 就跳到了韩丽肩头上 并有些讨好的 将玉和捧到了韩丽眼前 韩丽微笑地摇摇头 并未多说什么 将玉和接了过来 体魂自从在天元城 灵智初开之后 在将注入其神识中的各种 知识点集 逐渐消化理解后 变化成她的模样 倒是越来越无法分辨真假了 将玉和轻轻打开 一片红霞后 一股炙热气息迎面扑来 让她仿佛身处烤炉之旁 韩丽不禁反喜 凝神一望 只见红光中 赫然有一个拇指大圆珠 闪动着夺目赤芒 这就是猎羊神丹 果然有些奇特 韩丽喃喃了一声 伸出两根手指 不慌不忙地 朝玉和中家去 扑持一声轻响 圆珠在两根手指方 一靠近的瞬间 静一下冒出一团赤焰出来 一下将韩丽手中包裹其中 若是普通修士 恐怕这一下 就被此诡异火焰烧伤不清 但是 以韩丽如今肉身的强横 自然是这点火焰如无物 手指上连一丝红肿烫痕都未出现 就将红色圆珠夹到了手中 提魂蹲在韩丽肩头 一对漆黑眼珠 也盯着圆珠的咕噜噜不停 似乎对此丹也大胆好奇的样子 韩丽目光闪动地 盯着此丹好一会儿后 脸上现出思量之色 若是赵纳妇人所言 因此丹火属性过于霸道 而且一个不小心还容易被药性反噬的 从而出现自焚之势 最好是用大量的寒鼠性灵丹灵药 先中和此丹的药性再服用为妙的 可是他清楚感应到此丹中急火之力 实在非同小可 若就此浪费了 实在有些可惜 心中想罢 韩丽不加思索的一张口 喷出了一团银色火球来 正是视灵天火 此火烹的一声后 一下化为一只拳头大银色火鸟 围着韩丽盘旋了数圈 韩丽眉梢一条 手指微动一下 手中的赤红圆珠缓缓缓飞出 银色火鸟顿时口中一声清明 双翅一掌后 竟立刻扑到了圆珠上 下一刻银色火焰 就将猎羊神丹彻底包裹进了其中 另一边 已经离小山数十里外的天空中 妇人和少女驾驭着白云飞快飞顿着 忽然白光一闪 云朵一下缓慢了起来 朱 神念没有受损吧 妇人轻叹了口气 开口问道 母亲 我没事 只是受了点惊吓 少女显然还有些后怕不已 勉强一笑地说道 没事就好 如此看来 这位韩先生是真有大神通之人了 若是这样的话 猎羊神丹给了他 也不算浪费了 妇人并未追问少女到底经历了何事 反而神色一松地说道 嗯 我虽然没有探出什么具体东西 但这人的确有些手段的 但是母亲 你受缘亏损之事要如何解决了 少女却有些伤感起来 嘿嘿 我身为族中的大祭司 能耗费些寿员 就挽救族中一大劫难 又有何不满的 本族能立足此地 也是多亏历代大祭司庇护的 而族中大祭司 又能有几人 是真正能寿终正寝的 好了 我等快些回去准备下吧 希望这位韩先生 能尽快吸收神丹之力 好能助我等一臂之力 妇人轻轻一笑 毫不在意地说道 可是 少女双目一红 仍要说什么 但妇人却似乎不想 再说什么了 两手一掐绝 足下白云一个翻滚后 立刻将二人都笼罩其中 随即白云化为一团 白光的鸡舍出去 一会儿功夫后 就在天边尽头处 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1547章 乌甲兽 小山下闪动白光的木屋大门 自从妇人和少女离去后 一连十日内未再打开过 这时 火云岛上戒备一下 变得森严数倍 不但岛上的火羊足蛇人 不再离岛去打猎和采取材料 十余万族人 更是全都收缩到了土城中去 而城中几座大型禁止 也不惜临时地一一打开了 原本看似不堪攻击的土墙 顿时被赤黄绿三层光幕笼罩其中 而土城中 更有多达数千的精锐蛇人 一个个全副武装 轮流在城中四下巡视着 中心处 所有火羊足祭祀 均都汇聚一起 在妇人和少女带领下 一个个在大殿中 养精蓄锐地打坐着 此大殿同样被另一层五色光霞淹没其中 似乎另有一番玄妙之处 而五色光霞喷出源头 赫然是广场中间的那个圆锥状法器 至于土城中的普通蛇人 都得到了足中高层的事先吩咐 均都很少出门 大都在各自家中待着不出 如此戒备之下 让土城不觉生出一股惊人煞气来 这一日 大殿中的妇人 少女和一杆祭祀在殿中静等氧气时 忽然一个淡淡话语声 直接洞穿静止 在大殿中悠然响起 火道友 在下已经炼化丹药出关了 还望打开静止 让韩某进来 此话语声 正是韩力的声音 一听此话语声 其余白袍祭祀一阵骚动 妇人雀面露出大喜之色来 要说她先前不担心 韩力是否会悔诺不来 自然是有些虚假的 但是灭族危机迫在眉睫下 根本没有第二种选择 将丹药给对方 有可能得一大避主 不给的话 就连这一线机会也没有的 显然她似乎赌对了 韩力果然不是出尔反尔之辈 妇人欣喜之下 单手一翻转 手中默然多出了一个红灿灿的玉盘 单手往盘上点指了几下 将大殿护住的五色光霞一闪 顿时分开了一条缝隙来 但几个呼吸的功夫 光霞又一闪的弥合如出了 而就这片刻功夫 殿门处金光一闪 一道人影诡异地出现在了那里 并向殿中不慌不忙地走来 人影一身轻袍 面容普通 但是双目荧光流转正是韩力 她气色和十几日前相比截然不同 显然猎羊神丹的药力果然不同频繁 多谢先生前来相助 前辈法力可是尽数恢复了 妇人主动起身相迎 并热情异常地问道 那叫桌的少女虽然有些不情愿 也只能微绝嘴巴地同样站起身来 猎羊丹虽然不凡 但我所受伤害实在非同寻常 只恢复了七八分而已 剩下部分就不是丹药之力可以治愈的 不过若是贵族莱迪不是太强的话 在下自问还能出上一点力气的 韩力微微一笑地说道 妇人开始听韩力竟没有全部恢复神通 脸色微变了一下 但听到韩力后面大为自信的言语后 心中又是一喜 看来对方神通应该还在估计之上 否则怎会有这般大口气 殿中两旁不少火羊族祭祀 是见过韩力的 而另有一些 则是第一次见到这位韩先生 韩力到来 自然引起他们的一阵怯怯思语 韩力没有理会两旁欢喜和金仪等各种各样的目光 她被妇人迎到了自己一侧坐下 客气了几句后 就闭目不再说一句话了 妇人目光森然地朝两侧一扫后 那些还低语的蛇人 立刻一惊地纷纷闭嘴不言了 整座大殿再次回复了平静 但就在这时 韩力却感到一道目光 仍然小心翼翼地向自己看来 当即眉梢一条地 漠然睁开双目 对上一双漆黑异常的眼珠 竟然是坐在妇人另一侧的白桌 一望来 少女墓中顿时闪过几分金句 马上将目光磨了开来 开来当初送丹药时 提魂差点将其神念吸走的一幕 让少女着实受惊不清 韩力嘴角一翘 面上闪过一丝轻笑的再次合上双目了 然后暗自思量着眼前的一切 那枚猎羊神丹 被她用视灵活鸟 将丹中的火灵力吸那一空后 就轻易地被其吞下炼化了 妇人对此丹的药力倒也没有过于夸大 虽然没有让其马上回复如常 但也的确不是她身上的丹药可比的 无论精血还是神念的亏损 竞争在短短时间内 难以置信地恢复了大半 至于法力的恢复 即使没有丹药相助 这些天过去也足够彻底复原了 既然对方灵丹真的颇有神效 韩力自然不会毁约 故意不来的 她已经进阶炼虚七了 并且多种神通大镜 即使碰到核体级的存在 也有一定自保之力的 故而 她对火羊族的敌人 自然不会有什么畏惧的 也不知是否巧合 就韩力来到此地 不过半日光景 敌宗终于出现了 轰隆的大地震动声 漠然从土城四面八方处同时响起 仿佛有众多体型巨大的怪物 正向土城狂奔而来 原本正在殿中静坐的火羊族祭祀 几乎同一时间地 立刻站起了身来 大半都现出紧张至极的表情 虽然妇人并未透了乌罗族等具体信息 但这次来犯敌人的强大 他们也自能猜到几分的 倒是妇人表现得冷静异常 即使感受到地面的震动 也只是眉头皱了一下 慌什么慌 本族早就做好完全之策了 有三层静置防护 纵然敌人是大 也绝难一下攻进城中的 先看清楚敌人是谁 来了多少人再说 妇人竟显异族之掌的本色 大声训赤道 韩力眉梢一动 也睁开双目 但是面无表情 她经历过的如此大阵仗 眼前之势的确根本无法 让其有何动容的 而这时 妇人只是袖袍一抖 突然手中多出一件红色令牌 对准大殿中间的轻轻一晃 顿时令牌表面红芒一闪 一团红光积射而出 一下没入大殿地面上 不见了踪影 翁名大起 地面上红色霞光闪动 竟然现出一座赤红色法阵来 中心处火焰翻滚 妇人手中令牌飞快摇动几下后 火焰往中心一鸣 竟浮现出一颗直径丈许的赤色金球来 此金球表面晶莹剔透 在火焰中徐徐转动着 八名白袍蛇人突然从两旁走了出来 在法阵边缘处重新坐下 接着口中念念有词 一道接一道法诀打入了金球中 顿时法阵中火光大胜 无数火苗化为一条条手指粗细的火蛇 纷纷钻入了金球中 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原本红光闪闪的金球 突然表面狂闪几下 然后在火光中 漠然浮现出一幅 附徐徐如生的画面出来 这些画面中的景象熟悉异常 赫然是土城各处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画面中 一对对全副武装的蛇人 纷纷往四面的城墙上涌去 更有一对对骑着吸一兽的蛇人 在各处城门附近聚集起来 在这些队伍中 一些地位高些的蛇人 则口中呵斥不停 一个个面带杀起 转眼间 数千蛇人已经集结完毕的样子 看到这里 韩丽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这个法阵和金球的效用 倒是和他的万龙珠有些近似 一个小小的火羊族 也有此等玄妙的东西 这还真有些出乎其预料的 将景象换到城墙外 妇人神色阴沉 口中吩咐道 地面颤抖的声音 已经越来越大 显然那些巨大东西 已经离土城不远了 那八名负责催动金球的白袍蛇人 纷纷催动法觉 顿时金球中各画面略意模糊后 就被一片片红霞淹没 片刻后 就出现了新的画面 赫然是四面城墙外的景象 此时正是傍晚时分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金球上景象远远看去大尾的昏乱 但是众蛇人宁神细望之下 却一时都无法发现什么 但是殿中蛇人的呼吸 却均都不禁在此刻屏住了起来 只有韩丽冷冷地望着这一切 和先前的表情一般无二 众人的等待没有多久 忽然地面的震动一顿 轰隆隆之声 一下诡异地消失了 没多久 大半白袍蛇人口中军 都发出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 另外一小半人则 面色一下大变起来 只见原本昏沉沉的夜色中 长十几丈浑身披着黑色灵甲的 巨牛般怪物 而在这些怪物背上 有一个屋子般大小的巨矿 里面纷纷站着一个个 高矮不一的人影 密密麻麻 每一头巨牛背上都站满了一般 而这些巨牛体型虽然巨大 但是此刻缓步而行 竟然一个个仿佛幽灵般的 丝毫声响都未发出 徐徐地接近土城的城墙 这好像是乌甲兽 难道上面的是 一名白袍蛇人两眼圆睁 有些结巴地喃喃起来 乌罗族 我们蛙氏族给灭杀干净了 另一名蛇人情急之下 大声地否认道 不错 怎么可能是此族人 就是 他们早就该消失数万年了 附近的其他白袍蛇人 也纷纷壮胆式地连声赞同道 但是当这些巨牛 彻底从夜色中钻出来 牛背上的人影 纷纷可以清除真容后 原本说话的蛇人祭祀 顿时一个个闭口不言 脸色难看异常起来 第1548章 敌县 乌甲兽上人影 上半身细看下 竟是一个个肤色淡子 双目黑绿的女子 一个个长发披肩 身穿黑色战甲 手中持着各种乌黑冰刃 清一色眉清目秀的样子 当乌甲兽一对女子 纷纷从兽背上无声乐下 显露出全身形态后 韩力望向惊求的瞳孔 骤然一缩 这些女子从腰部以下 赫然是半截无功之身 数十只细小之族 配合上半身的女子身躯 即使韩力看了 也不经一阵毛骨悚然 微微发寒 但这些异族女子仿佛各个训练有素 片刻功夫就排列整齐 其中一名仿佛有点身份的异族女子 猛然上前几步 走到了其他人前面 望了望土墙方向 突然笑一下 嘴巴一下 裂到耳门尽头处 露出满嘴细小尖牙 还吐出了一条蛇心般的细蛇 原本没清目秀的娇柔女子面容 一下变得如此猙獰 反差之下 让初次见到死目的胆小之人 直接吓昏过去 也不是不可能的 韩丽虽然不至于如此不计 但同样也吓了一跳 眼角抽出了一下 其他人自然都看到了此目 少女脸色阴沉异常 其余火羊族蛇人 雀君鸦雀无声下 一个个目入巨异 哼 就算是乌罗族又如何 只不过是一些愚腻而已 当年我们挖石能将它们铲除干净 现在我们同样能做到的 其他两族之所以被灭族 也是它们偷袭所致 既然提前有了防范 本族难道还会怕一些 苟延残喘之辈吗 妇人一声冷哼 袖袍冲水晶球一抖 顿时红光一闪 晶球四周的火光一灭 整座法阵一下停止了运行 所有画面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其他白袍蛇人一听此话 精神一阵 同时一公身的乘势 他们脸上的金句 一下消退了大半 变得振奋异常起来 韩丽见到此景 神色一动下 嘴角露出一丝大有深意的笑容 刚才妇人看似普通的一下轻哼 却是使用了某种精神之力的秘术 纵然此秘术隐秘异常 但对修炼过大眼角的他来说 却轻而易举地就发现了 否则这些低阶祭祀 哪有这般容易被一下鼓起战役的 既然知道了敌人就好办了 你们分成四队 分别去四个城门处督战 若是碰到乌罗族的祭祀 一定要拦下 若有胆敢在此时退缩者 立刻当场以族规成至 妇人一下站起身来 森然地吩咐道 两旁蛇人一下肃然起来 军斗势力应命 然后就按照原先安排好的分派 分成四队地走出了大殿 转眼间 殿中就只剩下妇人 少女以及韩力 和其他四名蛇人 这四名蛇人年纪均都不小 都有杰丹出气的修为 算是族中修为 仅次于妇人的存在了 韩力只是淡淡扫了这四名蛇人一眼 就不在意地收回目光 妇人长吐了一口气 一扭手 就想冲韩力说些什么 但就在此刻 忽然四面惊天动地的鼓声响起 随即连绵不绝的爆裂声骤然响起 地面重新发出轰隆隆的震动之声 已经开始攻城了 妇人面色微变一下 苦笑了一声 怎么 火道有不打算出去吗 韩力却面露一丝奇怪的问道 出去根本没有必要 若没有猜错的话 乌罗族的高层会主动找到这里的 妇人却摇摇头道 哦 有这种事 韩力真有些意外了 我们哇氏一族和乌罗族 是生死大敌 对他们的习性也了解一些的 虽然将所有禁止都开启了 但是多半无法拦住 此族中的真正神通者 他们最擅长隐匿潜如秘书的 对敌时 也最喜欢先将对方修为最高者击杀 然后再从容虐杀其他敌戒对手 妇人勉强一笑地解释两句 原来如此 韩力摸了摸下巴 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来 但是片刻后轻笑了一声 说了一句 让妇人等脸色大变的话语来 这么说 这位隐藏在旁边的道友 并非火道有事先布置的帮手了 那我请她出来如何 什么 他们已经来了 妇人一下失声起来 但此女花音刚落 韩力突然单手朝附近一根木柱 虚空一抓 顿时 一只金银大手凭空浮下出 一把朝柱子狠狠抓去 扑哧一声 大手尚未抓个结实 柱子中就有一道黑光积射而出 一闪到了二十余帐外 灵芒一闪 此顿光就化为一名乌罗族人来 妇人等火阳族人 一见此乌罗人 顿时大惊地 纷纷做出戒备姿态 妇人单手一翻转 手中多出一柄赤红色短棍 竟然仿佛是实质的 其他四名白袍蛇人 则手中一晃 各多出一口银色长刃来 寒光闪闪下 仿佛一条条摇头摆尾的 银色小蛇 少女双手一模糊下 背上的黄色大公不知 何时地到了手中 一只白色古剑 也一闪地搭在了上面 被韩力逼出来的乌罗人 肤色担子 但一对眼珠却荧光灿灿 让其娇容面孔 献出几分诡异之色来 她面无表情地盯着韩力 对妇人等人的举动 根本无动于衷 口中突然冰冷地说道 你气息不对 不是挖士族的 是哪一族的上族人 能看破我的隐匿数 是白木族的 还是千换族的 这位乌罗人 显然将韩力错 认成了雷鸣大陆的两个 以灵木神通为名的一族人 韩力微微一笑 为接口什么 反而目光朝大殿一处 阴影角落中一扫 二话不说的一根手指 冲其一点 扑斥一声 一口青色小剑 闪电般击事而出 一闪就到了阴影处 一盏落下 一声轻响 阴影中默然飞出一道乌芒来 和小剑顿时交织到了一起 同时一道影子 从阴影中徐徐生出 韩力木中蓝芒一闪 远处小剑青光大放 剑芒瞬间将黑芒搅成了粉碎 随即一闪 就展向了新出现的黑夜 速度之快 比先前足足提速了备许有余 冒出的黑影 被青光速度吓了一大跳 但是其道也不凡 身形一扭 就化为一根黑丝积视而出 只是一个晃动 黑丝出现在了石杖之外 但让所有人吃惊的是 小剑也是一晃 同样化为一根青丝脊椎而去 黑丝原本一顿地想 就此停下 剑青丝一闪地 就到了自己面前 一惊地再次积视而出 刹那间 痴痴地破空声大作 一清一黑两根光丝 一前一后 若隐若现 在大殿上空追逐起来 只见前一刻 两根光丝还在大殿这一边 下一刻就诡异地出现在了 大殿另一段角落中 两者顿速之快 只看得殿中众人目瞪口呆 忽然前面的黑丝略意模糊 近一下化为七八道一般无二的存在 一闪的同时 击射向了四面八方 这一举动 让韩丽眉烧一条 单手一招之下 青丝一顿 击射而回 一个闪动后 重新化为一口小剑 没入了身体中 从始至终 韩丽脸上 神情都从容异常 仿佛未废吹灰之力一般 那几根分头射走的黑丝 在大殿上空 一个盘旋地重新一举 重新合围了一根 然后乌芒一闪 献出一名眼珠淡金的乌罗人 只是此女恶狠狠地盯着韩丽 满是愤怒之色 一见此女的金色眼珠 妇人身形一颤 金银双铜 果然是乌罗王族的特征 其余两族的大祭司 也是你们动手击杀的吧 说完此话 她盯着新出现的乌罗人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哼 你倒有些严厉 但是 既然我们亲自出手了 你们一族的命运就注定了 金铜乌罗人目光一瞥 口中发出尖利的话语声 这时 先出现的那名乌罗人 身形一晃 仿佛鬼魅的一下消失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金铜乌罗人旁边 并肩站在了一起 韩丽看着二女 双目却微眯了一下 这两名乌罗人身上 笼罩着一层诡异的灵光 以她的神念强大 竟也无法直接看穿 对方修为深浅 看来对方肯定是有一保护身了 就不知 是何等宝物 心中如此思量着 韩丽道没有马上就出手的意思了 一旁的妇人目光闪动几下 尚未来得及说什么 站在旁边少女 突然手中黄色大弓一抬一拉 手中鼓箭在一松 扑斥一声 一道黄白 两色光石击视而出 随即一颤 顿时漫天都是一般无二的黄色箭矢 一下将对面二名乌罗人全都照在了旗下 在这位白桌想来 反正此战肯定无法避免 自然无需什么废话 要先下手为强了 见此情形 妇人先是一惊 随即一咬牙 将错就错的手中红色短棍一动 就化为一条赤红火胶脱手射出 另外四位白袍蛇人泽 互望了一眼 手中银色长刃挥动之下 一道道银色刀光 气势汹汹地直劈出去 一时间 火阳族的几人 一下联手发起了攻击 各种灵光交织之下 仿佛瞬间就能将两名乌罗人 就此淹没掉 但是 身处如此狂猛攻势下的二女 却忽然各抬起一手 各有一团乌芒爆发而出 他们随即化为两团黑色光蕴 滴溜溜地 在二女身前飞快旋转起来 第1549章 凌旋斜光 轰鸣声大起 各种攻击骤然间攻到了光蕴附近 颜色各异的光团 一起暴力而起 声势惊人之急 仿佛下一刻 就要将两团黑色光蕴撕裂个粉碎 但就在这时 黑色光蕴中各冒出深邃的金银色一芒 随之两片光蕴狂掌扩散 一下化二为一 一片直径数丈的黑光浮现出 中心处金银一芒交织闪动下 无论是拿密密麻麻的光石 还是四名蛇人祭祀的银色刀芒 甚至妇人手中宝物所花的火焦 均都被吸入其中 不见踪影 先前的声势浩大的联手攻击 仿佛只是昙花一现一般 只剩下黑光之下 静力不动的两个身影 和四道冰冷异常的目光 灵玄斜光 你们竟然修炼成了此神通 殿中的火阳族人目睹此景 均都心中一沉 手中攻击默然停了下来 妇人更是口中苦涩的喃喃一句 但是对面一堆木带金银双铜的乌罗人 却在此时身形一动 两只手默然拉到了一起 另一只手却同时一抬 伸出了一根手指摇摇一点 目标正是妇人和少女二人 只见黑色光运为之一列 两根金银色细丝 一闪即逝的机事出 快闪开 不要硬剑 妇人大惊 急忙冲白猪警告道 同时自己提表白光一闪 化为一道白光飞出躲避 少女同样心中一领 但她修为只是金丹七左右 想要一下飞顿闪开 却有些来不及了 一根金银细丝 仿佛顺一般的一晃 就到了其面前 无奈之下 此女只能双手略意模糊 一根古剑诡异地出现在了黄色大弓上 单手猛然一拉 再骤然一松 一声大意浅剑的尖鸣声 从弓上传出 黄白色灵光大放 古剑一下化为 一道胳膊粗细光柱狂喷而出 正好迎上了一道身前的金银细丝 两者粗细悬殊极大 但一接触下 却无声无息 随之 就只见黄白光柱通体灵光一宁 就诡异地道事而回 纵然少女反应极快 但如此近距离 发出的攻击不可思议地反弹来 也根本无法再做任何防御 口中只能一声惊呼 将手中大弓 下意识地往身前一横 刚才一见的威力有多大 她是再清楚不过了 毫无质疑一击之下 她连肉身带元神 都会立刻化为了乌有 她耳中甚至听到了 妇人发出的一声惊呼 下一刻 此女手心一阵之下 大弓一下被光柱击飞了出去 一股炙热之感 瞬间将其全身罩住 让白桌一下面无人色 只能双目一臂地等死了 就在这一瞬间 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了 少女搏梗出的衣领 轻轻一拽 少女顿时在一片清光中 不见了踪影 随之轰隆隆的一声 惊天巨响传出 少女一惊 双目一睁 竟发现自己 竟横移 开了十余杖之远 光柱已经从原来所占位置 洞窗而过 没入大殿附近的一堵墙壁上 结果 和五色光霞 静止碰撞下 爆发出一团耀目灵光 然后化为了乌有 不过 紧随光柱后面的金银细丝 却并未一同击到墙壁上 而是默然反向一变 再次击射 到了少女身前 啊 少女一声惊呼 但未等她想有何举动时 就感到驳梗处衣领一颈 四下景色一下模糊 就再一次顺移到了 附近另一处地方 少女这才醒悟地 急忙一扭手 只见身后一人 一手道背身后 一手随意异常地 搭在其后锦衣领上 神色淡漠异常 不是寒烈 还是何人 远处那根金银细丝 又一次一击落空后 一闪之下 竟又急尸而来 仿佛不急杀少女 绝不罢休的样子 大殿另一角处 另一根金银细丝 同样将妇人追上的 到处乱飞 而妇人毕竟有原因期修为 全力飞顿之下 再加上另外四名白袍蛇人手中 银芒冲金银细丝 狂斩阻挠下 倒也一时勉强自保 能反弹攻击 这倒有些意思 韩丽难难说了一句 但袖袍一抖 一片灰蒙蒙霞光 顿时浮现在了白猪身前 但那根金银细丝一扎进其中 只是略微一顿 就若无其事地一下洞窜而出 丝毫不受原刺神光影响的样子 白猪一见此目 脸色再次沙白 但是砰的一声 一层五色光焰 又出现在灰色光幕后 将金银细丝一闪地射入其中 原本顿速奇快无比的细丝 一进入光焰中 竟仿佛一入大网般 一下变得迟缓无比起来 韩丽嘴角一翘 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但是下一刻 她笑容凝固起来 因为金银细丝 突然通体一芒大放 一下恢复了原先的灵活 只是一闪就冲出了五色光焰阻挡 到了少女身前 如此惊变 让神色刚又缓下的白猪 心中一寒 以为这次真的绝无心理了 但是接下来的变化 又让此女又目瞪口呆了 那根细丝丝毫征兆没有的一晃 又在其身前诡异地消失了 而下一刻 其背后的韩丽身前处空间拨动一起 金银细丝一闪而出 向其面门击射而来 此变化之快 犹如电光火石 韩丽面上亚瑟一闪 但身体丝毫不避不让 只是眼中寒芒一闪 一张口 砰的一声 一团银色火球脱口喷出 一闪下 就和金银细丝撞击到了一起 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连缘磁声光和五色寒雁 都无法困住的金银细丝 一被银雁包裹住 就仿佛遇到克星一般 滋溜一声地缩成了鸡蛋大小的一团 而银色火球汹汹燃烧下 一个变形 就幻化成了一只银色小鸟 其体内的金银光球 马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融缩小 转眼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银色火鸟随即双翅一盏 发出一声得意的清明声 忽然身形一闪 一下鬼魅般地不见 而随之大殿另一侧 那根正将妇人追得狼狈不堪的 金银细丝前方荧光一闪 火鸟无声地浮出 一张口就将躲闪不及的细丝 全吞进了腹中 随之喷的一声轻响 银色火鸟身形 就在原地爆裂开来 化为点点荧光的一闪消失了 这时 韩丽才似笑非笑地目光一转 望向了远处黑光中的两名乌罗人 刚才看似复杂异常的一场交手 其实也不过是几个呼吸的功夫而已 妇人等人均不禁露出 死里逃生的侥幸表情 这时 他们才终于明白 其余两族高层 为何如此轻易地被灭杀了 别说那两族大祭司神通 还不如服侍炼仙果前的妇人 就是比妇人修为高尚数仇 也绝无法抵挡此灵玄邪光一击的 韩丽竟然意外地 有神通能克制此邪光 这让此女心中大喜起来 大敢侥幸 很明显 这两名乌罗族 绝不是他们几人可以抵挡的 必须全指望 这位临时请来的韩先生了 想到这里 妇人不加思索的出声提醒起来 韩前辈多加小心 那灵玄邪光不但可以反弹攻击 无视大多神通禁止 并且奇毒无比 一旦被射中 立刻就会溃散到对手肉身各处 根本无法驱除的 当年本族不少大神通族人 都是惨死在此邪光下的 妇人可实在担心 那团从韩丽体内飞出的银色火鸟 吸收那灵玄邪光后 可别留下什么后遗症 奇毒 韩丽神色一动 倒真有些意外了 不过她的视灵天火 既然可以吞噬这个所谓的灵玄邪光 自然也会将此毒化为己用 又怎能伤到她分毫 当然有关是灵天火的威能 韩丽自然不会在此事和妇人多说什么 只是冲此女点点头地表示之道 她目光仍然望着对面的两名乌罗人 并没有挪开 你竟然吞噬灵玄邪光 在黑光笼罩下 韩丽无法看到 两名乌罗王族的脸上表情 但是对方传出的话语声 并且也充满了大感惊讶知己之色 嘿嘿 你们的此种神通导演真是有趣 可惜你们未修炼到家 否则就算是我的灵活 也未必能如此轻易克制的 好了 看来这次来的人 真的就只有你们两个了 早点把你们打发了 我还要回去敬仰呢 韩丽一声轻笑 竟然依附根本不将对面二人 放进眼中的口气 随即身形一晃 就这般直接的大不迈去 韩丽步伐看似不快 但是一步过去 竟然一下横跨树杖之遥 只是几个晃动 就到了离两名乌罗王族 不过二十余杖了 而与此同时 韩丽身上金光大放 一层金色灵甲诡异的浮馅出 同时头顶上一轮金色光晕 悠悠浮出 而此光晕中心处 赫然盘坐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法香 法香三张面孔中 有两张都清晰异常 和韩丽面容一般无二的样子 而法香本身也金光灿灿 近似实体一般 一见韩丽显露出这般易容出来 不光妇人等火阳族人 就连黑色光晕中的两名乌罗王族 也大感骇然 几乎丝毫迟疑没有 那片黑色光晕中 嗡鸣声大起 突然通体一颤的变形扭曲起来 一闪后 化为一口长约七八丈的黑色巨人 冲迎面过来的韩丽 狠狠一展而去 第1550章 斩杀 巨人通体漆黑如墨 中间一道金银光弧闪动不已 显得神秘万分 韩丽看到此目 双目为之咪 一只手臂一抬 冲上摇摇一抓 头顶上方的金色法香 默然四目一睁 六条手臂中一条 同样的一把抓去 动作和下方含力 一般无二的样子 轰得一声巨响 一只体积不下于巨人的金色大手 一下在巨人下方浮下而出 并往上一下脱去 两者撞击处 黑芒金光一阵狂闪 金色大手纹丝不动 巨人被硬生生架在了半空中 对面两名乌罗人目睹此景 军斗一惊 但随即其中精通的乌罗人 两手一掐绝 身体瞬间狂长起来 化为了数倍之大 同时尾部金光一闪 幻化出一只金灿灿的巨大尾钩 一动之下 闪电般的笨寒力一扎而去 和他并肩的另一名银铜乌罗人 却一张口 脸上猙獰之色一闪 从喉咙中发出一声瘦吼般的低吼 随之他头顶上空浮现一片白色雾气 雾气中荧光闪动 现出一只巨大的人面蜈蚣须影 只见荧光一闪 虚影竟然化为一道银芒 也直扑寒力而去 尚未进前 人面蜈蚣就一张大口 一片银色光霞一照而下 面对两名乌罗王族的联手一击 韩力仍然面无表情 但他一只袖袍一抖 顿时数十口青色小剑飞射而出 随之略以模糊 化为一片青色剑光 影响了金色巨钩 只见金钩一声嗡鸣 表面漠然浮现出无数符文 似乎就要施展什么威能出来 但是下一刻 青光一闪 密密麻麻的青丝一照下 金钩就顿时一声哀鸣 那名金童乌罗人大吃了一惊 与此同时 面对人面蜈蚣 韩力另一只手一抬 五指一张 手掌变得漆黑如墨起来 五指微微一动 韩力身前立刻浮现一片灰色光幕 将人面蜈蚣喷出的银匣 尽数挡了下来 随之 他手心处灰光一闪 一只黑乎乎小山诡异浮现 望了望一闪到了近前的人面蜈蚣 只是随意的一番手掌 惊人一幕出现了 小山在手掌翻转的一瞬间 一晃得不见了 下一刻 人面蜈蚣上方拨动一起 一片灰色光滑中 小山一线而出 但是此刻的黑色小山 在浮现而出的同时 体表一阵乌芒流转 体积瞬间狂涨百倍 化为了十几丈高的黑色山峰 山峰略以模糊 就结结实实地压在了人面蜈蚣的背上 蜈蚣虚影的人面头颅 现出了痛苦至极的表情 同时一阵怪异的嘶嘶声从口中发出 身形就要被距离压得从空中直坠而下 后方的银铜乌洛人见此一惊 慌忙的双手车轮般的变化法觉 清秀的女性面孔 竟浮现出一条条银纹出来 显得争鸣异常 她接着一张口 喷出了一团淡银色精血 此精血方一出口 就喷的一声 化为一一串银色符纹 一闪即逝地没入远处蜈蚣身体中 不见了踪影 远处的人面蜈蚣 仿佛一下增添了被虚以上的威能 下坠身形荧光一亮之下 竟然在黑色山峰下 再次摇头白围起来 甚至半截身子就此一盘 一下将小山下半步紧紧缠住 想要一下将此山翻到的样子 见到此情形 寒历面上一丝奇怪之色 漆黑手掌冲山峰摇摇一点 同时口中轻吐一个重子 黑色山峰一颤下 突然体表放出一片不起眼的灰白色一芒 未见其体型有何变化 但是重量一下激增了十倍有余 原本还能勉强支撑的人面蜈蚣 根本丝毫抵挡之力都没有 一下流星般地从高空脊坠而下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整个大殿都一阵剧烈晃动 黑色小山将人面蜈蚣 硬生生地压在了地面上 大殿附近三十丈的地面 凭空它献了杖许有余 献出了一个惊人的大坑 而黑色山峰稳稳地停在大坑中心处 下面的人面蜈蚣一声哀鸣后 就化为了点点荧光溃散消失了 被含力融入古怪十吨的原池神山 分量之重足可比你真正的万丈巨山 那是他可以承受起的 而就在蜈蚣虚影碎灭的一瞬间 远处的银铜乌罗人面色一白 一下喷出了一股鲜血来 但这一次鲜血并非淡银色 而是黑红异常 这一切都不过几个呼吸间发生的 另一名乌罗人 还在因为自己所化金色巨钩 被含力飞剑轻易地斩碎而有些发症 这是一件同伴已经负伤不清的样子 脸色漠然一变 身形突然一晃 人一下闪到了银铜乌罗人身后 一只手掌往气后背一拍 迎同乌罗人身上晶莹之光大放后 气色一下大好了许多 含力却冷哼了一声 冲空中的数十口青色小剑一点 所有飞剑一颤 破空机射声大起 数十道青丝一闪的一罩而去 两名乌罗人见此情形 脸上终于献出金句之色来 互望一眼后 突然同时单臂一台 又有两团黑色光运滴溜溜的浮下出 将二人身形全都遮挡旗下 就这一瞬间功夫 数十根青丝带着痴痴之声 到了黑色光运之上 含力目睹此景 脸上绿色一闪 毫不迟疑的心中一催剑绝 青丝一颤之后 化为一口口持许长的青色飞剑 但随之剑光一闪 全都变得奇弹无比 仿佛成了一道道虚影般存在 这正是含力提炼飞剑后 拥有的剑灵化虚神通 而这些剑影 只是围着黑色光运一个盘旋后 就奴使般地纷纷击射而下 淡淡剑影一接触黑色光运 青光一闪后 竟无声无息地洞窗而过 黑色光运竟然仿佛不复存在 丝毫不能阻挡的样子 下方的两名乌罗人 显然未想到 会有此种不可思议事情的发生 眼见剑影极深 二人骇然急忙身形移动 就要分别化为两道黑线机舍出 逃之夭夭了 但是如此近距离 那些剑影机舍速度又如此之快 显然已经迟了 只见无数剑影交织洞窜之下 两声惨叫传出 身躯就一下被洞穿成了千疮百孔了 远处目睹这一切的妇人 白猪等火羊族人见此 顿时面露狂喜之色 但是 韩丽却瞳孔中蓝芒一闪 突然身形一晃 人就立刻带着一串残影的 出现在了两名蚕尸旁边 两只手臂同时一探 往附近虚空中闪电般一抓 扑吃 两声闷响发出 两只手掌突然爆发出一层银色火焰 随之无止所抓之处 两团金银之光同时一闪的现出 被汹汹火焰一下包裹其中 竟是一条金色蜈蚣 和一条银色蜈蚣 两条蜈蚣只有数寸大小 但是头颅上都各有一个女性面孔 容貌赫然是先前两名乌罗人的样子 两条蜈蚣在银色火焰包裹下 口中发出滋滋的乱叫声 脸上均都现出金木交加的表情 要知道 二者体表散发的金银光芒 正是那凌旋斜光 若是换作其他禁止 恐怕早就一下 破开逃走了 但偏偏被汹力用 视灵天火这个克星困住 一下成了网中之鱼 汹力也根本没有放着 两名乌罗人员神医马的意思 两只冒着银色火焰的手掌 往身前一合 只是随意地一搓下 顿时银色火焰中的两条蜈蚣 立刻在火焰中缩小溶解起来 片刻功夫金银之光消失殆尽 两条蜈蚣本体 一接触银色火焰 一下化为两股青烟不见了 到这时 汹力才算彻底灭杀了 这两名乌罗族王族 不过他本身倒并没有多在意此事 因为方才一交手下 这两名乌罗人 顶多只有化神出其修为 要不是 那凌旋斜光有些古怪的话 早就被其弹指之间灭杀了 不过 汹力倒是挺在意 二人无法直接用神念探 查出修为之事 目光一转下 默然落到了那两具蚕尸上 单手一抓 两具蚕尸一下腾空飞起 朝起徐徐飞来 汹力双目微眯 蓝芒微闪间 仔细搜查了一遍 双目默然一亮 他突然一手一招 嗖嗖两声传来 两块淡黑色沙金 一下从二女身上击事而出 落到了其手中 汹力低手只看了两眼 神色默然一动 随即手掌一翻转 两块沙金就此不见了踪影 多谢汹前辈出手相助 此等救命之安 我们火阳族 一定世代不忘 这时 妇人带着少女 惊喜交加地走了过来 无法掩饰喜色地说道 至于汹力刚才取走 那两块黑色沙金之事 则根本不提一句 此刻的他才真正知道 汹力神通之大 比起预料中的 还要不知墙上多少倍 心中感激万分之余 也近为异常起来 那白猪刚才目睹 汹力大展神通 几个照面 就将他们认为 不可抵挡的灭族元凶 轻易灭杀了 心中骇然 他虽然阴口小嘴紧闭得 没说什么 但望向汹力的目光 也同样恭敬起来 至于那几名蛇人祭祀 跟了过来 更是满脸笑容 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呵呵 这只是小事一件 反正这次已经出手了 外面的其他物罗人 我也帮你们一起打发了吧 汹力目光在几人身上一扫 却轻笑一声地说道 听到汹力此言 妇人等人自然大喜过望 口中连声地称谢